印度有可能成为全球发展的最大变数 那它为什么把中国看成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呢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田绍 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 2月10日印度专家在一次公共政策论台上表示 中国已经成为印度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 专家们称 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会更加全球化 重点是技术经济信息意识形态和军事 印度呢需要建立新的外交战略而不是联盟 而印度是美国希望建立战略和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伙伴 中国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的问题 已经成为新德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以中国打交道已经成为印度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 印度的主要公共政策论坛联合创始人表示 我们需要看到中国威胁的性质 以及呢印度和美国如何应对 印度和日本是对付中国的重要和相关的行动者 以美国的合作为以中国打交道提供了更好的筹码 印度专家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导致地缘政治局势 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 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的重点是美国优先 2017年动朗危机后 印度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印度开始承认以美日澳合作的重要性 拜登的对华政策中有一条非常重要 就是维持与印度的特殊关系 那么如何理解印度公共政策论坛上 这些专家们的所谓共识呢 也就是印度外邀政策的核心不是美国 也不是关系更密切的俄罗斯 而是中国 从实力地位的角度来看 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外邀政策中 最重要的依然是对美关系 而印度的不同就在于利用美国的力量 以中国竞争 也就是以一个GDP是他们六倍的中国开展竞争 很多人觉得印度这个国家非常自大 实力配不上野心 但是也不能否定 印度的确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变数之一 也就是说 印度有可能长期发展不起来 但是我们也无法否定 印度这个人口大国 未来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一个级 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 谁能拉拢印度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刚刚发布的中俄联合声明中 中俄还提出要在中俄印的机制下加强与印度合作 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与中国一样 不愿意看到印度完全站在美国一边 印度专家认为 印度执行的依然是不结盟的战略 并且要充分利用美国打压中国的这个重要契机 从这些专家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来 印度把对华关系分成经济和军事两个层面 印度很可能希望能利用中国这个因素 来进一步发展他自己的经济 同时要利用美国的力量在军事层面上 对中国实施战略抗衡 从这个角度来看 印度把中国看成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 还真不能说是自大 而是他要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发展自己 这个战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印度可能并没有完全理解中美之间的关系 中美的竞争是在多个层面展开的 但是最关键的依然是经济实力的竞争 当然还有高科技产业竞争 贸易竞争等等 印度想同时以中国和美国发展经贸关系 而美国也想以中国及印度同时发展经贸关系 因此中国与印度随以美国的经济关系更密切 取决于中印两国的产业链水平和社会的治理能力 从中印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到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 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与印度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进一步增强 美国原来计划是把全球的低端供应链转移到印度 恐怕这个想法已经泡舱了 因此印度缺的不是制定什么高明的外交安全战略 而是缺少对国内问题的治理能力 如果印度不敢改革开放 不改变其种姓制度 不提升全民教育水平 不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利用美国这一因素 以中国展开竞争 不过就是一场美梦而已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